很重要就是說 你唯一條你不解釋 而且你還要趁機去算別人吃別人 這不對的 那我要講的就是 他最怕的就是王金平 壞來當黨主席 國民黨只會越來越糟糕 越可怕 好 注意看 今天500個巨馬 1923個警察 4個分局長 7個檢察官 為4平方公里 30年來最糟糕的情況 今天吳博雄出來 團結團結再團結在那邊哭 你覺得這誰造成的 馬英九 馬英九有沒有改 沒有啊 馬英九叫變本加厲 他怎麼會變好 我跟你講 所以蘇智誠說 蘇智誠說 他有吃長期使用 安眠藥跟鎮靜劑的習慣 他有長期使用 所以他會 說馬英九 對 他觀察他考驗 所以他會恍神 他會 4歲 4歲 他會手抖 這樣 我為什麼剛剛問你說 馬英九在怕什麼 馬英九內心充滿恐懼帶 這樣嘛 我有說過了 你會出去開黃彈車的標示有人要給你拖 你家會鎮 鐵窗 你家會鎮黃彈玻璃 就標示你不安全 對不對 這個不是另外一個解詐嗎 他內心恐懼得不得了 所以你們要支持他 讓他不要太煩 怎麼可以這樣子 不是 他一點都沒有檢討嘛 對啊 他還是我一起來我要幹黃帝嘛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這個現場 那麼我們剛剛講了說 如果總統長期有這個 這是蘇智誠在跟王建平吃飯 黃金平是宴請中國這個社科院 臺研所的所長叫余克林 他說那個是中國對台灣首席智囊 余克林 所以他有政治意義 然後蘇智誠又跟了李登輝 跟了十幾年 不只喔 跟了幾十年 因為從省主席到總統 所以他看人其實 我相信一定有某種功力 他說馬總統看起來有長期使用鎮靜劑 可是總統不是都有健康檢查嗎 那個不會跟你講 他只告訴你身高體重 那總統吃藥才能睡覺 這件事情要公布嗎 沒有 他照理講應該要 但是在台灣我相信不會 就是他總統醫療小組 這個我問過 他們說這個內心的疾病不會公布 內心的疾病 可是沒有違法何必怕公布 洪英哥現在講這個 就是說總統醫療小組 他到底到什麼程度 譬如說總統如果他有什麼疾病的話 他是不是 即使總統不讓我講我都不需要 所以他定期跟國人報告 跟國會報告 我還是很強調這一點 就是 譬如說這個東西我們也不是醫生 但是蘇智誠他說總統有恍神 打瞌睡 還有這個注意力不集中 還有這個手抖的現象 你在跑他的新聞你有沒有發現 注意力不集中講錯話 愛睡覺都有 那手抖的話因為他喜歡咬指甲 那手抖有很多的原因 譬如說可能如果假狀腺肌能抗輕 又或者是他的腦下垂體有什麼不平衡 或什麼狀況是會有 那手抖的原因很多 我現在講就是說 當蘇智誠這樣講的時候 我的解讀是不無可能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用藥 但是我倒是很確定一點就是 剛剛講的 他服用這兩種藥之後的後遺症 他現在都有 也就是說他不一定是服藥 但是他確定都有 你看他有一種狀況就是 他的心神不寧 心神不寧 好 如果是因為吃藥造成的 那要去了解他為什麼吃藥 那你要停掉 你要去不要 可是我真的覺得蘇智誠這樣講 只會讓馬英九的狀況越來越嚴重 因為你現在講他手抖 接下來所有的攝影機 所有的人是不是都會一直去注意他的手 你更注意他的手的時候 他要更克制自己的手 他就更緊張 你知道嗎 人是這樣子嘛 你越是說我什麼的時候 我越是害怕這個事情嘛 他越要隱藏 對 所以搞不好會更嚴重 總統又會讓你拍不到 因為他插在口袋裡 對啊 因為他要隱藏 他就不會讓你拍到 沒有 可是我是覺得說 總統的身體是不是已經到一個 需要幫忙的境界了 有人幫忙他哪裡放心 因為我們有共總統醫療團隊 對啊 但是我覺得韋漢剛剛那問題 其實是很關鍵 那是制度的問題 也就是說因為過度去討論 譬如說某某人的這個病情 可能會涉及到這個隱私 所以大家都會在這個問題上面就會 進退為骨 大家就是不知道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 因為總統這個位置本來就很特殊 因為我們給予 我們這個法律上也給予總統很多 譬如說他在一般的形式上 他有豁免權 譬如說總統他有特色的權利 總統本來位置特殊 所以在一些法律上 給予總統特殊的權利 但是也必須要對總統這個位置 給予一定程度的這種 所謂制度性的規範 包括總統的狀況 因為如果剛剛大家講的 如果蘇智誠講的是事實 我覺得這裡面還有嚴重 跟不嚴重的程度 因為如果真的很嚴重 到一個所謂精神疾病的狀態 或者什麼樣的一種狀態的時候 他在決策 說實在話 我問過這個 這方面的權威的意思 意思是說 美國的雷根到最後 他其實在總統之內 其實已經是得到那個 就是一般俗稱老人癡呆症 就是一般俗稱老人癡呆症 可是他是那個 阿茲海默 對 阿茲海默症 阿茲海默症 然後他的這個很多決策 其實是南希在幫忙 可是美國歷史上 雷根算做得不錯的總統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然馬總統如果做得不好 或者是有人幫他做決策 我們國家說不會出問題 這也有可能 可是這個總統我要討論 我要討論的是 總統內心的恐懼 他的恐懼到底來自哪裡 他為什麼那麼恐懼 他的恐懼來自很多 你想想看 因為乾淨淡淡 有乾淨沒乾淨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沒有經過司法的 沒有經過司法的檢驗 如果以他特別費的前科來講 我不認為這個人叫乾淨 會把公款匯到太太戶頭裡面 怎麼會叫乾淨呢 再來 他的恐懼我覺得來自於 他對於那種權力流失的恐懼 為什麼要說權力流失 他雖然現在是總統 可是你別忘了 他的民調只有9.2% 你不要說 有起來了 11% 對啦 你不要跟我講說一個人 做總統不在乎 他的民調只有9.2% 我不相信 只要是人都會在乎 你想想看 我雖然是總統管理這麼大 可是我只有9.2%的人支持我 第一 你的心情一定很壞 第二 他對於權力流失的恐懼 你看全代會你就知道 他為什麼要修黨章 說總統要兼任黨主席 因為他最大最迫在眉睫的恐懼是 美尼七合一萬一 國民黨選了不好 有人會逼他下台 那大家別忘了 2000年國民黨選書 誰去逼李登輝下台 對不對 然後呢 2004年 在選書的時候 2005年連戰 其實還想選黨主席 誰去逼連戰下台 這兩個人都叫馬英雄 馬英雄會不會想到 那五夜夢回的時候 他會不會想到說 馬英雄你算出 會不會有人來逼我下台 對 除了年華講的權力流失 他其實一方面也要擔心說 那2016他的任期已經結束之後 那他的命運會怎樣 會不會第一個長跑法院 第二個會不會黨內有其他勢力 來清算我 就是他必須要確保自己的安全下樁 所以他為什麼就在黨上 除了2014他要確保說 你們就算逼宮 我還是黨主席這個位置之外 我覺得他某種程度 比較長遠的眼光來看 他也為他可能未來的接班人 設定好了一個 就幫他已經做好了這個安全法 未來的接班人 他如果順利的選項總統 他也是當然的黨主席 而我馬英九 我只要能夠控制這個接班人 我也等於間接了控制黨和政 這兩大塊 所以他其實這個保險 其實是做得滿足的 遠一點看是到2016以後 其實我覺得做總統會這樣 我們從陳水扁一直看到現在馬英九 你會發現有一個模式是相同的 就是我在第一任的時候 我在想著說我怎麼樣去連任 連任之後想著什麼事 我要確保下一任是聽我的話 所以為什麼陳水扁當時會支持蘇貞昌 一樣馬英九同樣的道理 馬英九第一任2008年 確認他支持蘇貞昌 對啊 這不是秘密 當時旅遊書寫四個人的時候 陳水扁行政系統整個是支持蘇貞昌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馬英九第一任是確定 2012他要連任 連任之後他想說 2016我在下莊之後 我的繼任者是一個 講難聽一點叫兒皇帝 就是他可以確保我的安全 然後確保讓我安全下莊 這大概是一個 可是剛剛鄭大哥一直在講 他內心的恐懼 我們試圖從心理層面去想 他的恐懼來自什麼 我一路以來都被栽培要當總統 對不對 這個被爸爸這樣寄予厚望 是不是 我也一路以來從政 怎麼做都對 做都對 做不到也有人把他交到變中 對不對 沒有錯嘛 對不對 如果講200次不選怎樣 大家要選我還是選 選就上了嘛 連任得選 連任得什麼 得選連任嘛 對不對 張主席也做三任了 是啊 可是為什麼到第二任開始 第一任他也可以硬高 第二任開始 他覺得對的事情怎麼都不對了 你看人是這樣子 我一直都是這樣做啊 他面臨價值的衝擊 價值體系的崩潰 其實那個才是他 就好像他在跟王金平這件事情 我真的相信他認為 那個是一件超屌的事情 真的是大肆大飛的事情 結果被反彈成這樣子 他的內心恐懼跟那個衝突感 還有那個 我覺得他一開始是那很強烈的 憤怒感 然後那恐懼感才會出來 也就是說他過去怎麼做 好像都沒有怎麼樣 也都對嘛 而且都會得到很多的掌聲嘛 對不對 我覺得大家在分析 馬英九內心的恐懼的時候 每個人看法都不是很一樣 他未來權力的旁落 他過去做的對的 現在為什麼變錯的 我看啦 所以每個人看法不一樣 我的看法是第一個 我百分之一萬不相信 他這個總統選舉才花六億啊 當然不死啦 不可能啊 對阿錢呢 誰知道 我百分之一萬喔 第二個事情是 黃世民他很擔心黃世民 黃世民是一個 如果講出來的話 就會可能讓他去關的人 但是他沒有辦法控制黃世民 他只能先順著毛先摸摸他 安撫嘛 馬英九現在需要的是陳其黎 再來是黨產 因為他黨產的時候要歸零 歸零了沒有 沒有 後面多了好幾個零 對 那到底黨產的學問在哪裡 這一個事情是我看 這個是我的觀察 他到底跟中國有什麼東西 是我們不知道的 就是說我卸任以後 哇 糟糕了 全部被掀出來 最後一個應該不是馬英九的恐懼 是我們大家的恐懼 都是 好不好 不對 我們比馬英九的恐懼 這是如果說 如果蘇智誠的觀察是對的 那我覺得他內心很恐懼 而且最可怕 蘇智誠的觀察搞不好 來自中國給他的情報 我猜蘇智誠的觀察的人 他的眼睛的觀察 因為經歷過那麼多人 他是有他的功力 可是我還猜 是有人給他訓息啊 對 他不然開玩笑 他對的可是余克里啊 他怎麼可以亂講話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可怕的廣告 記得安眠要過量抓爽 新聞發話話 阿長和連勝文怎麼樣 他那個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第一排第二排那個照片 死亡之禍 躲過了 其實是刻意躲過的 對 沒錯 連勝文聰明啊 沒有啦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因為他那個整個排都是 用那個椅子 你從這樣看起來就 他們兩個明明在隔壁 然後故意不握手對不對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他們兩個是在平行的空間 要握不是不可以 就是說連勝文在第二排 馬英九在最前面第一排 但是我們從後面看到 他們兩個已經面對面窺 要遇到了 怎麼又走開 連勝文把頭轉過來 不過當然啊 連勝文昨天有提一個提案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我 昨天遇到連勝文問他 他一連錯 他根本不知道他跟著進去了 昨天 國民黨的全代會總共提了15個案子 第一個案子呢 就是這一個 好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 有一個連勝文 第一案 看得到 好第一案有沒有 這裡有齊正宗 其實是齊正宗提出 然後連勝文跟他的助理 徐鴻廷他們都共同提案 那連勝文後來解釋的時候 沒有啦我不算共同提案 我只是連署而已 他講說中華民國形線這個 非常完美 但是現在整個都已經亂套了 我們看重點 攝影師不要動 我翻第二頁 重點在這裡 重點在這裡 他這個提案就是要幹什麼 一 應該要恢復行政院長的附屬權 就是預防總統擴權 第二 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 這沒有問題 但是要經過立法院 或是國民大會 現在是沒有國民大會 就是立法院通過 以後才可以認命 主要就是兩條 然後監察委員要人民直選 好 這就叫回歸憲政 這個東西 今天其實各報 只有自由時報有寫 其他報就沒有琢磨 因為這個一樣 就直接丟到中央委員會 嚴楚 就石沉大海了 嚴楚立下意思 嚴家之處分 嚴楚是嚴議 就跟王金平恢復黨籍的案子一樣 王金平恢復黨籍的案子也是一樣 原本那個案子的臨時動議的內容 是要立即恢復王金平的黨籍 因為王金平的黨籍 在連人會沒有提出之後沒有了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構 就叫全代會 全國黨代表大會 1603個人全部都來 大家開會 所以他講說重大案子你要 對 然後後來那是會跑掉 早上應該有到快1000 後來就大家跑掉了 但是也不夠對不對 因為海外的人 9月的時候回來 他929沒開嘛 你叫他飛機票來回來回 好 那所以在這個會當中 就有黨代表 他提一個案子說 既然我們是最高權力機構 我們這個權力機構賦予黨主席 他的權責 因為我們不可能每天在1600個人 都一直舉手 他